我们上一节课学习了日识断法和九宫深刻 那么这一节课会给大家补充几个知识 这几个补充的知识是基于日识断法和九宫深刻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会学习第一个补充的知识叫做空王 第二个叫做马心 第三个是浮吟和反吟 那么这三个词我们前面的课程中实际上有出现过 空王马心反应浮吟都出现过的 但是当时没有详细的讲说 这三个分别代表了什么含义 分别有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这一节课会把它详细的讲解一下 因为它们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然后这也是三个奇门遁甲盘 这个盘我们大家应该是很熟悉的 我们上一节课讲过 那么每一个奇门遁甲盘里面 那么除了我们前面学的九宫九星八门八神天干地支之外 还有两个特殊的存在 就是空王和马心 空王和马心一般 首先空王 空王和马心是两个东西 空王一般是用一个空性的圆圈表示的 或者说直接写一个空字 那么比如说我们看这三个图 首先你看这个图 左边的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这里 你看这里有一个圆圈 这里有个圆圈 就是我们的耿巴宫和镇山宫这里有个圆圈 这个圆圈就表示是空王 然后你看中间这个图 中间这个图在这里有一个圆圈 这个圆圈就表示空王 右边这个图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里有个红色的小小的 在坎一宫和镇巴宫这里有两个红色的 这个叫做空王 所以这是在不同的盘里面 一般都是用个圆圈表示的 有些盘里面会用一个空来表示的 就是看软件了 有的软件 每个软件作者的习惯不一样 对吧 但是你要知道 它就代表了空王 马心的话一般是写一个马 比如说这里 这个图 这个图 图3这里 你看这里有个马 这里有个马 这个马就表示马心 那么个别软件的话 会化成一个菱形 比如说图1 你看这里 这里就是一个菱形 这里这是个菱形 然后的话也有个别软件 它会化成一匹马 这个直接就给你画一匹马 比如中间这个图2 这个直接就画一匹马 这个就是马心 所以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放三张图在这里 就是三张图是三个不同的软件生成的 它们里面的展现的一个 长的样子都不太一样 但是呢 它们所表现的共同含义 就是空王和马心 那么不论它用什么形式 你要知道 这就是空王和马心 它是奇门遁甲盘里的两个特殊存在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就来看一看空王 代表什么意思 空王的话 它是起源于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的组合的 那么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合在一起 就是六四甲子 那么十天干有十位 十二地支有十二位 这就意味着呢 十天干配十二地支 每一轮都会有两个地支 没有没有天干可以配的 这个就叫空王 比如说这边这张图 这张图的话 是在六四甲子的基础上 标注了每一轮 没有搭配的两个地支 就是所以呢 比如说这里是 这里你看 最右边这里有个空王 空王的话 这一边就是空王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第一排 看这里 夹子 以丑 丙 丁卯 不须 己事 根武 心味 人生 和鬼友 那么呢 你如果只读十天干的话 就是夹以丙丁 物己 根性人鬼 对吧 那么你读十二地支的话 就是只丑 以卯 尘世 无畏 生有 你看到有 就是鬼友配好了 那么虚害就没有可以配的天干 那么没有配的天干 就是空王的 所以的话 这就是每一轮 都有两个地支 没有天干可以配 这两个地支就叫空王 所以的话 在我们六十甲子里面 我们把每一轮称为一群 那么分别就是甲子群 甲虚群 甲生群 甲五群 甲成群 和一个甲银群 所以的话 他们就是 那么其中的话 甲子 甲虚 甲生 甲五 甲成 甲银 就是每一群的群手 就是这个大大的标注两个字 叫做群手 然后的话群手 每一群都有两个空王 就是 虚害 生有 无畏 陈世 每一群的一个空王 这就是空王的来源 那么组合称口诀 那么就是甲子群中 虚害空 甲虚群中 生有空 甲生群中 五位空 甲五群中 陈世空 甲生群中 银毛空 那么甲银群中 直丑空 那么在记忆的时候 你只需要记住群手 你就可以记住空王了 它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 它是以群手地支的 数两位 就是上一群的一个空王 比如说 甲子群 你看这是甲子群 甲子群的话 地支就是子 对吧 那么数两位就是子丑 子丑英卯 就是子丑 子丑 就是上一群甲银群的空王 比如说甲子 那是子丑 那么甲银群 你看甲银群 最后一排 甲银群 它最后 是不是这里就是子丑 所以它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甲银群 虚害 甲银群 虚就虚害 虚害就是甲子群的空王 你看 所以它就是这样去记忆的 它是非常简单的 非常好记的 然后空王的含义是怎么呢 讲完了空王的来源 我们就看看空王的含义 空王的话是说 凡空王之功 这个功的能量减少80% 功本身只有20% 它就和入墓是一样的 所以在奇门遁甲中 九宫逢空 就是信息转移了 80%的信息转移走了 只有20%的信息留在原处 所以的话 凡是日食用神临空王宫 均是常有玄机之处 再圆满的事情 也必定有缺陷 肯定有事情要发生 或者说已经发生了 那么日干落在空王之地 第一就表示 它现在的状态是心中没底的 因为日干代表所册之人 那么所册之人落空王 就是它心中没有底 不知所措心虚 没有知信心 第二就是说 表示它的状态不佳 有缺陷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是急事不急 凶事不凶 就是一个无力的状态 那么实干落空空王之地 就是主事情办不成 因为实干主事的一个主体 主事体 它就代表所册之事的一个状态 那么它落空王了 就是事情办不成了 当然并不是说 实干只要逢空 就事情办不成 你还要分它的一个望弱 看是真空还是假空来进行判断 那么真空假空后面会讲的 那么日干逢空王 就是急事不急 凶事不凶 实干逢空王就表示事情难成 联命连干逢空王 就是不能白头偕老 然后的话 空王有真空和假空的一个区别 那么真空还是假空 它的判断方法是说 凡事用神在一个掌身 灌带 灵官 帝旺之地 或者说用神落空是一个望向之功 那么都是一个假空 那么太岁空是不为真空的 那么用神如果领一个始末绝之地 就是真空 太岁空是假空 太岁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今年是仁营年 很多朋友应该知道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也不知道 仁营年 那么银就是太岁 银在哪里呢 直丑银卯 银就在耿巴宫 对吧 所以耿巴宫就是太岁空 那么如果说空王都在耿巴宫 就是就是今年就不是真空 然后呢 所谓假空 就是天使未到 时机不成熟 然后的话 一旦时机成熟 事情仍然是可以成功的 如果是真空 就是一事无成 那么空王也就是没有所谓的深刻 望衰即凶 所以呢 空王是即是不及 凶是不凶的一个状态 那么当假空的时候呢 就是逢冲时或者甜时深刻 那么即凶就会阴厌 当真空的时候的话 无论甜或者冲都没有效果 那么概括来讲 就是说空王 就是说空王就表示这个事情 是时空点还没有到 又表示是曾经的事情 或者说招式这件事情呢 将来要落空 空忙活一场 所以这就是空王 那么你在具体的运用中 要灵活掌握 要加以区别对待 那么有时候 如果说你测老人的情况 遇到空王了 就就常常指的 这个老人已经不在了 那么如果说测病 临到空王了 就是病情是虚假不实的 一般呢 它的对冲之功是玄机之锁 对冲之功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这是九宫对吧 你的空王在耿八宫 那么它的对冲之功就在昆二宫 这就是对冲之功 好 以上就是空王 所以空王是非常重要的 你断日时 你辛辛苦苦 把日时分析出来了 然后结果你发现 日干宫或者石干宫空了 空王了 那么不管日干宫或者石干宫 它的格局再好 遇空王了 它都是急事不急 凶事不凶的 就是能量去掉的80%的 所以由此可见它的一个重要性 然后我们再看马鑫 马鑫 它是地之三河中 生气被冲的一个地方 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地之三河 生子城核化水 银毛位核化木 银毛须核化火 石油丑核化金 那么其中呢 水长生在油 望于子 墓于成 所以叫做生子城核水 墓长生在一个 亥望于毛 墓于胃 所以叫亥谋为核木 那么火长生在银 望于武 墓于须 所以叫银武须核火 金呢 长生在四 望在油 墓于仇 所以叫四有丑和金 这是一个前面学过的地之三河 那么地之三河中 生银 四亥 就是银生四亥 分别又是长生之地 所以呢 也就是马兴所冲之地 就被称为三河马 它的规律是这样子的 生子城 马在银 银武须 马在生 四有丑 马在亥 亥谋位 马在四 这个字写错了 亥谋位 所以的话 你就会发现 银生相冲 银生这两个相冲 四亥相冲 这两个相冲 它冲的都是对方的生气之地 比如说银武须 它的一个生气是银 生子城 它的生气是生 所以的话那么银武须 它的马在生 它就冲它的生子城的生 银武 生子城马在银 它就冲这个银武须的银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来的 这个就叫马兴 然后的话 我们在解局的时候 经常会用到石柱 那么日柱找到的就是日马 石柱找到的就是石马 我们主要用的就是石马 你把这个石柱 带入到局中去解 那么石柱就会有一个地支 那么这个地支 必然是三河之一 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能找到当前石柱所属的一个三河 然后你就能找到三河马的马兴 在哪里 就找到了马兴 比如说我们看左边这张图 什么意思呢 就看左边这张图 左边这张图是甲城石 对吧 就红色标出来这里 甲城石 甲城石它的地支是城 城的话 生子城 对吧 生子城 马在银 所以的话就是它的马就在银 银在哪里呢 直丑银 银在这里 对吧 所以它的马就在这个地方就在银弓 所以你看银弓就有一个零形的 这个就是马 就在银弓 然后银弓它是 在今年的话 在今年2022年的话 它是人银年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那么如果是人银年的盘 在银弓的话就是 就是不是真空 它是一个假空 但是呢 这个盘它是2008年的 这是软件搞出来的08年的盘 那这个它的态税就不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假空 那这就是一个真空 好 这就是马银 然后马银又被称为翼马 那么呢 因为奇门遁甲 它是起源于古时候的行军打仗的 是官方所用的 那么古时候的驿战 它是一个传递官方文件的一个机关 翼马就是主要是传递文书的一个工具 所以的话 翼马通常就代表了一个动态 代表走动 代表奔驰之下 所以可以理解为出差 活动 劳动 事情正在进行中 所以凡是灵翼马就表示这个事情要动了 不安稳了 所以的话 我们测事情遇到了马银 就是遇到了翼马 就表示这个事情要动了 不安稳了 正在进行中了 就表示这个意思 然后空王公 灵马银或者没马银冲的话 就是假空 好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的马银 马银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再看反银和浮银 反银浮银前面讲过 八门浮于本位不动 就叫八门浮银 八门跑到对面的宫区了 就叫八门反银 九星浮于本位不动 就叫九星反银 九星浮银 九星跑到对面宫区了 就叫九星反银 然后八门九星都在本位不动 就叫全局浮银 反之就是全局反银 那么浮银和反银 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含义 浮银的时候 一切事情主慢 主持 不宜用兵 诸事不随心 进兵必遭违困 只适合收敛财货 讨债吹款 浮银的时候 一般不适合采取主动 那意思立足不立刻 立进不立动 要积蓄力量 施机而动 那么 以辞一慢 逐远 那么测生意的话 就是主利润会迟到 浮银中如果遇到了彭家彭 死加死 新加新 就是说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浮银 如果说是浮银的话 那么就是大凶 那么多会遭一个盗贼 遗失 破财 死上人口之事 好 然后呢 测事情如果遇到了福音局 第一呢 说明这个事 不是现在发生的 是早就发生了 第二呢 说明这个福音是主多 主联系面广 是参与的人多 然后的话 测婚姻遇到八门福音 就是未婚者 是婚姻不顺的 那么已婚者 是一般是恶婚之相的 是到离婚的 遇到福音局 就可能是因为多 引起的事情 一时半会还离不掉 那么因为福音 主签办 主停滞不前 所以离婚就离不掉 第三是福音呢 就主事情是停滞不前的 拖拖拉拉的 拖泥带水的 短暂的事情 遇到福音就是不急的 想动动不了 举事不成 车病就是病情长 缠绵好的慢 第四就是大公司 大企业 国家 福音就是吉 就是吉利的 因为呢 是组稳步发展 他们这种大企业 大国家就是最怕折腾 所以要稳步发展 那么小单位个体户 就最怕福音 因为呢 小单位个体户要 个体户要发展的快 遇到福音就慢 就发展不起来 测运气的话 福音就是上半年好 下半年不好 下半年好 那么测阴宅风水的话 就是老坟地 遇到福音就是吉的 新坟地的话 遇到福音就是 没有地气 就是不吉利的 这就是测事情 遇到福音的 几种情况 然后呢 如果说在事情 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遇到了福音局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尽量去 不要去动了 因为呢 事情 因为福音主慢了 你测事情 遇到福音局 这个事情就会很慢很慢 所以你尽量就不要去做它了 因为做了就会失败 如果说你在事情进展中 遇到的福音局 这个时候呢 就要分两种情况 如果说 新门神怡 公位 修求 废死 那么索性就停下来 立谋他设 或者苦殿内功 以图东山再起 如果说新门神怡 公位 有妄想 有利的 格局是好的 那么呢 如果说停滞 与其停滞不前呢 不如说孤之一柱 那么孤之一柱 然后呢 反个一击 还有可能会出现 好的一个结果 这就是福音的一个 大体的含义 然后呢 反音 反音就一句话 反音就是主快 主立刻不立足 主是有反复 但是呢 不代表一定能成 通常表示要快速的去做 是表示 表示事情有反复 要速战速决 那么这就是反音和福音 所以呢 是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福音花了比较大的篇幅 去讲它 那么反音就一句话 但是这两个的含义 是很重要的 以上 就是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空王马兴 福音和反音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是对我们日识断法 和九宫生客的一个补充 你在用日识断法 用九宫生客端挂的时候 日干或者时干 落宫 遇到了空王 遇到了马兴 遇到了福音 遇到了反音 你都要特别注意 要结合本节课的内容 去做一个解读